Among Us是目前最流行的在线游戏之一 并红遍了整个社交媒体 Among Us似乎已经成为粉丝在2020年最喜欢的游戏之一 Among Us并不是刚推出的游戏 由美国游戏开发者Innerslog在2018年推出 最近在直播平台Tweet上引起一股热潮 几个著名的游戏实况主都尝试了这款游戏 并发展成为一个热门的游戏 结伴又怎样 你好我是口才超烂的Buddy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款在2020年突然爆红的游戏Among Us 在影片正式进入正题之前 如果你对这一类型的影片感到兴趣 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这一类型的影片 Among Us是一款在线多人游戏 由美国游戏开发者Innerslog开发盒发布 并由2018年6月15日发布 Innerslog背后只有三个成员 人学员傅雷斯 动画师和游戏设计师马库斯和艾米 Innerslog也是Dig to China和Henry Stickman系列游戏的开发团队 类似于狼人杀游戏Among Us的背景故事 在太空为主题的环境下 玩家扮演两个角色之一 大多数是船员 并在游戏开始之前预定冒名者的人数 船员的目标是找出冒名者 把他们投票出去 并完全地图周围的任务 而冒名者的目标是隐藏自己杀死船员 Among Us迅速成为直播平台最流行的游戏之一 在8月份的观看量达到近3100万小时 并成为8月份最多人观看的游戏 这主要是因为游戏能够会极广泛的实况主 而这是以前所未有的合作规模 这款游戏吸引了喜欢这一类型游戏的玩家 与他们的朋友一起玩 而且也喜欢看其他人玩这款游戏 由于每个人的个性不同 会让人有爆发充满了欢笑 愤怒和享受的情绪 紧张局势开始上升 因为人们怕输了游戏 变得偏执 也害怕被发现 就像之前的谈斗人的影片谈到说 因为游戏的实况 Among Us一夜之间成为最受欢迎的游戏 今晚它在2018年发布 但绝对可以被认为 是2020年最成功的游戏之一 取着我们踏入2020年年尾 Among Us很容易的 成为今年最成功的游戏之一 就像现代时代的任何游戏一样 在直播平台上的成功 是游戏成功的关键部分 如果游戏在内容创建领域 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从长远来看 它更有可能开始并实现更大的目标 而对Among Us来说 有无新的内容被创建 游戏已经在直播平台上找到了一个家 成为在平台上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 根据Tritch Tracker的说法 在7月平均不到100个频道 每天都在实况Among Us 但仅在过去的8月份和9月份里 这个数字就不要甚至超过1000个频道 如果你要想到的著名游戏实况主 很大可能他们已经在过去30天的某个时候 已经玩过了Among Us Among Us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 自发的成就 推上了每一个人 都跟上潮流 选取效应在游戏上一直是重要的 毫无疑问 Among Us已经成为今年最流行的游戏之一 完全由自然增长推动 但并非总是这样 在8月到9月之间 Among Us已经升到一个 无法预测的受欢迎程度 事实上 如果你回头看6月份 Twitch有14个频道 专门直播这款游戏 当时平均每个月 只有174名观众观看 所以在过去的几个星期 平均有近8万观众 在Twitch上观看Among Us 在平台上 累计观看了1300万小时 随着游戏进入9月份 它的受欢迎程度继续增长 当然从6月到8月的收视力增长 是不稳定的 但在9月 19000的观众 同时观看Among Us 游戏证明它已经在本月 开创了一个热门的开始 Among Us的热度 似乎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Among Us的美丽 完全在于它能够将Twitch上的一些大咖聚集在一起 跨平台合作 是平台上在规模和独特性方面没有见过的 尤其这就是Among Us 3吸引人的地方 当然这款游戏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不能否认的是 因为它能够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它才能在Twitch上如此成功 此外 除了Among Us让实况主聚集在一起之外 它一夜之间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流量媒体文化 激发了无数人尝试这款游戏 在过去的30天里 Among Us的销售额也在Steam上增长 最近平均约有8万人 每天花时间在游戏上 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加入到游戏 并开始认识Among Us的乐趣 让涉及到销售 这就是使它如此成功的因素之一 简单性 可得性 和销售程度 使游戏立即获得巨大的成功 也许天文销售数字背后的原因 是游戏相对较低的5美元价格点 毫无疑问 Among Us目前市场上 最受欢迎的性价比游戏之一 广泛的娱乐 一个非常慷慨的要价 并与朋友在一个有趣 和有吸引力的环境交融的前景下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当然Among Us 完全有可能像 推上的许多其他游戏一样 在几周内 游戏的收税率 和整体人气下降的速度 与上升的速度一样快 Inneslaw没有在其公告中 公布Among Us 2的发布日期 但它确实透露了 创建Among Us花了多少时间 细于此 Among Us 2的发布时间 可能最早在2012年8月 开发者确实表示 他们希望在发布之前推出抢先版 所以粉丝和实况主可能会更早玩到游戏 除了增加游戏中的货币 Inneslaw提到 为Among Us 2的五大更新 允许12到15名玩家同时加入 这种改变是专门更好的平衡游戏玩家 和三名冒名者 因为这在十名玩家游戏中 严重偏向于冒名者 添加新地图 并且当前的三个地图可能会被移除 更精致的系统 可以选择不同的游戏模式 和技能水平排名 改进游戏节制 添加举报系统 玩家可以用它来举报黑客 除了只是传员和冒名者 添加更多角色 这将使游戏变成全新的游戏模式 Inneslaw预告了 添加全新游戏模式的想法 这些模式在当前的两个角色中 是不可能的 在Among Us 2 可能包括其他侦探模式 像蓝人杀游戏一样 当然所有这些只是目前的建议 但预计Inneslaw将随着年份的推移 和2021年的到来 提供更多关于他们的进展和见解 在星星上发布的一篇文章中 Inneslaw称Among Us的代码已经过时 并表示希望在Among Us 2中进行调整 但最近因为Among Us的受欢迎程度 随着玩家的大量涌入而飙升 Inneslaw改变了计划 打算对Among Us进行更新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中 Inneslaw表示 Among Us每个小时 累积了7万到110万用户 而当游戏剧初发布时 每小时只有30到50名玩家而已 Inneslaw还表示说 他们计划在Among Us 2的所有内容 都会更新给Among Us 这可能是比较困难的选择 因为这意味着 他们将深入游戏的核心代码 并重新改造它的部分 随着这一年的发展 如果Among Us继续统治推卸整个休闲游戏 一点都不惊讶 在那么多意想不到的事 颠覆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年里 Among Us是一款 人们在这前所未有的时代 获得社交互动感的游戏 虽然这款游戏在两年前发布 但现在的世界就需要它 无论是我们在看我们最喜欢的 实况主互相玩弄 还是我们与我们的朋友一起玩 Among Us是一个肩膀 让我们所有人有一个依靠 当世界寻找安全聚集的地方时 也许一艘远在贫流城之上的外星飞船 这所有人中 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聚集地点 以上就是2020年 突然爆红的狼人杀游戏 Among Us的故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这支影片 帮忙点个赞 还有分享出去 如果还想看到更多类似这样的影片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有什么建议也欢迎留言 我是口才超烂的Buddy 我们下个影片见